首次上稿 17点20分更新时间 20点27分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政府将新中国中鱼豫空间移搏给华德福使用的政策因外界反弹喊卡 不过,县府仍盘点县内100间国中小鱼豫空间 粗估有千间教室将妥善运用 另外,县府作业针对将一处兴中国中校长李俊伟发表声明 强调李俊伟以县议会一的制法无拘束力的决议抗命 将一违反公务员服务法一处宜兰县少子化问题日趋严重 县内国中小的空教室也越来越多 依据县政府的盘点 106学年度全县国中有35间空教室 国小有67间 还有6间废校国小 这些空间为了避免荒废 都急需活化 再利用107学年度即将于暑假结束后到来 县府为更确实活化县内国中小鱼豫空间 以启动全县100所国中小鱼豫空间的盘点与调查 除要求各校回报 县府也将派员到各方式确认 预计相关作业能在10月20日前完成 根据全县100所国中校回报的空间 县府依据教育部定定的国民中小学设备基准相关规定推算 所有予与空间共可设置千间教室 教育处指出 学校回报的资料 有些空间缺时间制 没再使用 有些则是低度使用 将再派员实地到各校盘点 依据各校发展特色来评估 确认这些空间确实可供活化使用 教育术表示 根据过去经验 经过实地盘点后 县内可供活化使用的空间 约只剩下一百间教室左右 县府打算提供这些空间 让民众申请使用 例如作为脱鹰中心及非营利幼儿园等 另外 五节详星中国中清点余裕空间给化得福的事件 引发外界强烈反弹 县府决定艺术星中校长李俊伟 但外界颇有微词 县府所在发声明 强调李以一的制法规定 县议会无拘束里的决议 韩文上级机关抗命 不确实清点校内语语空间 将依违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益处